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三的C-Sharp教學第42課 那麼 我們這次呢要來進行的是我們 五子騎教學系列的第3堂課 那我們知道做什麼呢 在上次的課程之中呢我們已經做出了就是說 我們棋板上原本是沒有棋子的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程式碼的方式呢去動態的 建立出黑棋跟白棋 然後你只要給他x跟y坐標就可以了 就像這樣子 那現在下一個問題就是說呢 我們雖然說已經可以動態建立出這些旗幟了 但是呢 我們想要的功能其實是 當我們在這個 畫面上按一個地方的時候呢他能夠 在那個地方放上一顆旗幟的功能 那我們現在並沒有這樣的功能 所以在我們這一次的教學之中就來教各位要怎麼樣做出 按下去的時候就可以放出一個旗幟的功能 好 那在這邊開始之前呢我們要先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關於事件的概念 首先呢我們先到這個 我們視窗的設計的畫面 那在右下角的這個屬性視窗這邊呢 各位可以看到呢 屬性 下面的這個地方就是 你的視窗名稱 然後你視窗的名稱在下面這邊有一個按鈕可以點 對 那各位可以點一下就是 事件 也就是閃電的這個按鈕 像這個閃電突然的按鈕 按下去之後你會發現下面的 這個清單呢就變成了一個不一樣的長相了 對 那這邊所列舉的呢就是 這個 視窗呢 可能會遇到的一些事件 那什麼是事件呢 基本上呢 你可以想像一下就是你的視窗會 它是一個 它本身是一個物件對吧 那外面呢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刺激 就是 發生在這個物件上面 那這些 這些所謂的刺激呢我們就叫稱之為 稱之為事件 對 那 有什麼樣的事件有可能會發生在這個物件上面 例如說 像各位可以看到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清單裡面有什麼 像是 這邊有一個什麼keydown 對 不是keydown 不是 key笑的意思 就是 不是不是key笑 不是奇蹟的意思 而是 keydown就是 按鍵按下去的意思 那下面有一個 有這個說明可以說明說這個事件是什麼東西 例如說 這邊寫 當第一次按鍵死方發生 也就是說當你的 鍵盤上面的按鍵按下去的瞬間呢 這個事件就會發生 好 那 發生之後呢 就是你的視窗會做些什麼事情呢 當每個事件發生的時候呢 Windows呢 應該說 C-sharp的程式呢 它會 把這個事件的傳遞給你的 物件知道 像我們這邊的物件就是我們的視窗 所以呢 當我在鍵盤上按下去 按鍵的時候 C-sharp的程式呢 就會將keydown 這個事件 傳到 我們的這個視窗裡面 那這個時候視窗呢 就可能要去對我們的這個 按按下去的這個事件呢 做出一些反應 那在預設的情況之下 就是 什麼事情都不會做 預設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的視窗呢 裡面的各個事件呢 它都不會有任何應對的動作 所以它可能不會去做 任何事情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可以呢 指定說 當某些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視窗應該要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那事實上這樣的程式碼之前各位都已經有寫過了 那就是 各位還記得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有講過 我們可以在視窗上面放個按鈕 那按鈕按下去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寫說它會發生 它就應該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事實上 那樣的程式碼呢 就是在說 如果今天發生了按鈕按下去的事件 那我們的視窗呢 應該要 或是我們的按鈕呢 應該要針對這個程式做出一些什麼樣的反應 這樣子 那這個各位 其實各位之前都已經寫過了 都已經寫過這樣的程式碼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針對一些不同的事件去寫看 處理事件的程式碼 那我們這是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想要在 在這個視窗上面按下 按下滑鼠按鍵的時候呢 能夠放上一個旗子 所以呢 我們就要去找一個特殊的事件 叫做mouse down 就是代表滑鼠按鍵按下去的時候 那滑鼠按鍵按下去的時候呢 我們就希望說 這個程式能夠知道 我現在得點滑鼠 然後滑鼠按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我一定要在那邊放一顆旗子 所以呢 我們就要去對我們的mouse down這個事件 去做出一些反應 好 那要怎麼樣去撰寫這樣的程式碼呢 就是首先呢 就在mouse down的這個事件上面點兩下 那點之前你要先確認一下 你現在是選擇fung1的這個 這個物件 然後 fung1裡面的事件清單裡面找到mouse down這個東西之後呢 再去點兩下 那點完之後呢他就會自動幫你去建一個 這樣的messor出來 對 就是fung1 mouse down這樣的messor出來 那後面會有一些參數 那 這些參數呢 第一個參數各位可以不用去理解它是什麼東西 那 第二個參數呢 則是在跟你說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一些相關的 相關的一些 參數 例如說 例如說 我們滑鼠按下去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 位置的資訊存在 就是他會告訴你說 我滑鼠在哪些地方按下去了 在什麼樣的地方 哪一個座標位置上面按下去了 那這些資料就會存在 這個mouse event argues裡面 就是他裡面就會記著說我按下去滑鼠的位置 好 所以呢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些處理了 例如說 當滑鼠按下去的時候我們可以 要求他 在我們的視窗裡面呢去增加一個 一個元件 例如說可以加一個黑旗 那我們就把上面這個東西呢先複製下來 按Ctrl C複製下來 然後Ctrl V貼上 然後呢 我們要求呢就是 這個視窗呢要在我 這個滑鼠按下去的位置 放上一顆黑旗 所以我們的 黑旗的位置就要指定成 我們這個 滑鼠按下去的位置 那我要怎麼取得滑鼠按下去的位置 就是你只要打 1.x 跟1.y 這兩個 這兩個東西 他就可以告訴你說 喔火花鼠按下去的時候 他的x座標是在這裡 然後y座標是在這裡 那這些資訊其實基本上他都已經存在 1 這一個參數裡面了 所以你只要呼叫他裡面的一些變數 就可以取得他的 x跟y座標 那上面這個東西我們可以砍掉 就是已經不需要他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剛剛寫的這段程式碼的效果 所以 這個時候我們來隨便就是點個地方 例如說這裡 喔 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當我按下去的時候呢 他就會產生出一個黑旗 然後基本上都是在我 點的那個位置的附近 好那這就達到我們的目標了 不過你會發現就是有些地方怪怪的 例如說 呃 這顆旗子 他出現的位置並不是在這個 呃旗盤的交叉點上 那這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我們並沒有去指定說 呃 我們並沒有告訴我們的程式說 到底交叉點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什麼樣的地方應該視為交叉點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等到下一次課程再來講 那還有另外一個 奇怪的地方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在滑鼠上面 我今天在這個視窗上面按下那個位置的話 例如說我現在點這個點 你會發現旗子出現的位置呢 並不是剛好在這個點的位置上 而是 而是他是有點位移的 就是像右下角有點 有點位移的感覺 那這個原因就是在於說 還記得我們在程式碼裡面有寫說 寫說他的location 就是這個pitcherbox的location呢 是 滑鼠按下去的xy坐標對吧 那 其實呢 所謂的location呢在這個 pitcherbox裡面所代表的意思則是 其實是 這個元件左上角的這個位置點 而不是他正中心的位置點 所以 事實上 當我們每次按下去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在指定說這個 旗子左上角的 位置呢應該在哪裡 那當然呢就是我剛剛點的地方是在這邊嘛 所以 所以他就會 就會把旗子的左上角放在這個地方 那他整個 旗子顯示出來之後呢就是在這個位置上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再做一些額外的處理呢 能夠剛好讓旗子呢 的正中間 顯示在我剛好點的 點的那個位置上面 好 那這要怎麼做 就是其實 並不太困難 就是 還記得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例如說可能點在這個地方 欸 玩錯了 例如說點這個位置 就是把它畫大一點 我滑鼠點的時候呢 就是箭頭 對 我點在這個位置 然後 顯示出來的圖片 它是長這樣子的 就是 他左上角的點呢 會出現在我的這個 點按的位置 然後我希望什麼 我希望的是 我希望的是呢 這個圖片的正中心 就是這個地方 能夠顯示在這個地方 就是顯示在這個 左上角的這個位置上面 好 那要怎麼做 其實我們的目標很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讓這個圖片呢能夠往 左上角 位移一段距離 對 所以我們就只要做一些調整就是 我們讓我們傳入的坐標呢 能夠根據我們的 根據我們的圖片呢去做一些位移 就是位移我們剛剛 所要移動的這個距離 就是 我現在畫這個綠色箭頭 移動這個距離之後呢 它就會 讓中心 跑到 我點按的位置 好 那這個要怎麼寫 首先你要先知道說你要 把這個圖片移多少才夠 那它要移多少呢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我們想要讓正中心到這個位置上嘛 所以 正中心呢 它距離邊邊的距離呢 就是這段距離 我用別的顏色好了 它的 它這段距離呢 剛好是 二分之一的邊長 我們可以 把邊長當成w 所以 二分之一的邊長就是 二分之w 然後 這段距離也剛好是 二分之w 所以換句話說呢 我們只要把它的 x跟y坐標呢 分別減掉 二分之w 這樣我們就可以 把圖片呢 位移到 就是我們想要的位置上面 好 所以我們講這麼多 我們就直接來寫程式看一下吧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是呢 我們來 指定一個常數 那 那 這個常數要幹什麼呢 這常數所代表的意義就是 我們剛剛 提到的那個 提到的這個 圖片的 圖片的邊長有多長 對 那 指定一個常數的目的就是在於說如果我們未來要改變圖片的邊長的話呢我們只需要改變 這個數字就好了我們不用 把下面所有的 50呢這些都 全部改一次 而且你有時候可能會改錯的對你來說就太麻煩了 對 所以我們把50全部都替換成 這個變數 那前面的StaticReadOnly呢只是確保它是一個常數 就是 這個在我們之前的某一課裡面也有提到就是常數的那一課也有提到這個東西 那各位忘記的話可以回去看一下 好 那現在重點就在於說我想要讓 這個圖片稍微位移一下 那我們剛剛 說什麼位移呢 就是 把它的 x座標跟外座標減掉 2分之w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把 它傳進來的x座標呢 減掉 2分之w 那2分之w就是 w除以2這樣子 那y座標呢也減掉2分之w 對 那這樣跑出來的結果呢 應該就會符合我們的預期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我點這個點 喔 各位可以看到嗎 我點到這個點的時候它就出現了一個黑色的旗子在剛好 在我這個位置上了 而且它的中心呢是在我點的位置上 對 那 這樣就達到了我們預期的效果了 好 那最後呢要怎麼樣讓 這個旗子 能夠黑白的交換呢 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可以在這邊加個變數 我們可以加一個變數叫就是 它的型別是bully 代表 is black 這樣 然後一開始它會被射為 true 這什麼意思就代表說我下一個放的旗子是黑色的旗子 所以 我們可以做一個檢查 就是 用if else的判斷式 檢查一下 它如果是黑色的話呢 那我就 就放 黑色的旗子上去 然後 把這個變數設為 false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是如果今天這個變數是false 它不是 true而是false 那我就放白色的旗子 所以我這邊就改成white white piece 然後把is back is black 改成true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層次碼 在寫什麼 就是 它意思就是說 如果 現在這個變數是黑色 那我就放黑旗 然後把這個東西改成 改成白色 然後等到下一次 下一次做判斷的時候呢 它就會發現這個東西是false 然後它就會放白色的旗子上去 然後又會把它改成黑色 然後再確保下下次的時候會放黑色的旗子 所以如果我們這時候測試一下的話 你就會發現 我每次放的旗子都會 黑白黑白的 兌換 對 那現在唯一 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 我放的時候 它並不是剛好放在 這些線的焦點上面 而是放在 任意的位置 所以在我們下一課的課程之中就要來教各位說 我們要怎麼樣確保呢 我們的旗子呢 能夠顯示在 這個焦點的位置上面 而不是我們隨便按個地方就會顯示出旗子這樣子 好 那麼今天的課程就差不多到此為止囉 那各位可以自己先回家想一下就是 要怎麼樣達到 我剛剛說的事情就是讓旗子顯示在焦點上面 那如果 如果 如果各位能夠自己想出來的話 那相信就是對自己在顯示的 的技巧上面也會有所幫助的 那如果 想不出來的話也沒關係 就是可以等到下一次課程的話 也可以看到就是要怎麼樣做這樣的事情 好啦 那麼今天的課程就先到此為止啦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